宽大的马路上突然超出一辆黑色轿车 本来想要连超辆车 结果却与对象来车 车头对车头直接撞上 车祸发生在屏东横窗 往满洲路段的平200线道 这个路段车祸经常发生 居民说因为大家超爱违规 你看就是同一个路段 这红灯啊 哦 你看你看 按钮很寒的 都是这种人啊 民众投诉这里 闯红灯车辆超级多 就算红灯早就亮了很久 还是把红绿灯当作装饰 照闯呜呜 这红灯那么久了 哦 那这台车 我都晒过来你看 凭200线道要进行马路脱关 长年都在施工 当地民众表示 一修就修了三年 根本扰民 这边的路常常就是挖了 又修 修好又挖 非常的不方便 第二期工程于110年4月开工 预计会在今年11月完工 当地居民觉得很无奈 现在工程修了三年还没结束 又加上一堆违规车辆 让居民通过要闪闪独躲 让马路成了船关道路 记者张春华 罗菜窑 屏隆报导 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深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